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这一小时现场来到了两位新朋友 这个是可能很多人都有follow凯丽哥的粉丝团 然后凯丽哥出了一本书叫做不完美的11岁 今天现场除了凯丽哥之外 还有这本书的主角小鹿也来到现场 欢迎两位 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哎呦小鹿真的很可爱 哈喽好懂事 哈喽通常我们这种 就一群妈妈在一起就会说这种叫天使小孩 哈喽真的是 哈喽从小到大就是没有让你烦恼过 其实还好耶 他只有大概三年级的时候有一点叛逆期 哦 她叛逆的时候就早 对啊就是那种脸啊眼睛会抽筋 然后到三年级小孩都有一个转类点 过了之后就好了 哦好那即便啦小鹿现在还算是在治疗当中对不对 对好小鹿因为在11岁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说身体上面的不是 那算是好那不完美的11岁就是记录小鹿 他发现自己脖子有个肿瘤之后 哇确诊了是淋巴癌然后整个治疗的过程现在其实都还在治疗当中但是在书中其实看到卡丽哥跟小鹿还有全家还有爸爸 爸爸爸爸叫二五哦 为什么因为他之前就是画的漫画书就是二十五 哦 二十一的咖啡然后他就一直以这个二五为那个所以你知道他签名就真的很简单就二五哦对 哇然后还有个妹妹叫小黎 所以一家四口一起来面对小鹿的这一场疾病的整个过程还有非常温馨而且很正面的互动啦好那先先请小鹿讲他他是主角嘛好 哎小鹿你你在书中有提到就是一开始就是发现脖子有一个肿块然后后来到医院去了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跟担心对不对 对那时候很害怕很害怕嗯但是你还会安慰家人呢有吗有没有我忘了因为我觉得在书中就发现你就是一个感觉 感觉也也是很怕家人太过于担心但是其实在整个的确诊然后一直到医生会给你们一张很长很长的功课表 功课表对好那凯蒂根你当时就是还是会想到说为什么是我们对不对对啊嗯真的因为其实一直到他在切片然后切片完再等等这整个过程里面我都觉得应该不会是我们 我们就我就一直是非常的正向可是他爸爸是跟我完全相反的人他爸爸一发现肿起来就做了所有的资料调查就是所有 巨细迷移的资料然后他就会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想说其实应该没事因为其实台湾比较潮湿然后他就有一点过敏的症状 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就是过敏所引起的或者是他可能那一阵子在寒假的时候大概就是他都会去参加一些什么 竹钞营啊竹钞营啊各式各样就是玩得太开心了所以可能这边就是太嗨然后总讲我就一直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嗯但是没想到后来就是切片完灯的结果 我竟然就是确诊是领巴癌的事所以当下当下当然就是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但是也必须要撑起来去面对对不对因为看到小鹿因为小鹿就是从小到大也也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太过于让那个家长担心的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的饮食什么的几乎还蛮少外食对啊我看到书上你写说其实你很重视他们饮食啊也很少吃零食 对然后他连洋芋片都是他最近捷径的时候才开始吃洋芋片他之前根本没办法就是我不给他吃洋芋片之类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在书里面我就有写到说学校同乐会的时候他其实带去的大家不是会同乐会分享零食他就是带我家的米饼去就是宝宝吃的那种米饼没有味道 所以他就原封不动的带去再原封不动的带回来应该没有同学想要拿那个米饼没错所以他同学看完书就说你写的都是真的因为我们班没有人要跟他换没有味道的食物是那怎么会想要把这个整个小鹿的生病啊然后到现在都在治疗的过程要集结成书 那个时候其实他在治疗大概四个月之后我才对外公开这件事因为他一开始其实我们都还在食影当中 尤其是小鹿他会觉得大家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很可怜可是他不想要让别人这么觉得 后来他自己开始看待自己生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说那我们要赶快告诉大家这件事就是我现在在治疗可是我很好 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我可能都躺在那里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做那再加上我那时候公开这些消息之后我的私讯非常的多不管是自闭症孩子的妈妈 或者是正在治疗的妈妈或者是就是各式各样非常严重重大疾病的家长甚至是他的父母他就是都会写私讯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在这整个治疗过程的一些言语或者是我在粉丝团上面po出来的文字 对他们来讲其实有给他们鼓励到那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是被诊断出是忧郁症 可是她的孩子大概才大班而已然后她说大班怎么会有忧郁症她说她没有办法走出来她觉得她对她的孩子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在照顾 可是旁边所有的人都会跟她讲说你是不是对你的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她大班就会有忧郁症因为大班应该是一个天真无邪开开心心的年纪 她说她完全走不出来她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就是每天一直在哭看着她的孩子她就在哭后来她看了我们的故事之后她就那时候书还没出就是粉丝团上面的文字 她就提起笔写信给我她说我觉得你们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孩子健康就好了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是个体那孩子生病了我们就是在旁边陪着她走向康复之路就好了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那阵子真的太多这样子的讯息我才决定说那我们赶快就是把这本书出出来把正面的力量就是影响更多人 那小鹿对于要把你的故事出书的话你那时候跟妈妈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吗 她就有时候在病房然后很晚还在那边打字啊 那你会给意见吗 我就是之前签书会的时候她放一张很丑的照片 我们也是有肖像权要先问过我们对不对 那张是真的太丑了 但是就是说出书的起心动念是想要给更多可能在同样挫折或苦难当中的朋友多一点鼓励啦 因为可能真的人生没有没有那种都非常顺遂 可是碰到要怎么样去面对 而且我发现在书中就可以看到哇你们的互动 然后在在陪那个小鹿住院期间 哇凯莉哥也没在闲着喔 对啊好忙很忙欸 妈妈很忙欸 妈妈除了还要就是打字啊写书啊然后照顾你之外 哇她还要做运动了 然后还要敷脸 咖啡厅 所以你要自己找乐子了 对啊我觉得因为其实她刚才开始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很不能接受 那你知道陪病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看起来就是陪病的人 你即使走出了医院还是陪病的人 那那时候我其实是刚开始前一两周的时候 确诊一两周她在治疗很痛苦嘛 就是有一些副作用我以前也没经历过 所以我进电梯一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 我就有点吓到我想说天哪我也太狼狈了吧 就是这种样子我真的是从来也没见过 那一次之后我就下定决心就是好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我就是要化妆 她说欸你每天要戴口罩谁看得出来你化妆我自己开心 嗯真的陪伴要照顾的人喔自己要好 对啊这个生病的人才会更好家人才会更好 没错对因为其实我发现凯丽哥嗯就是在家里是一个引领整个家气氛的人 哦 很棒好不完美的11岁凯丽哥小鹿一起合作的这本书喔 今天现场凯丽哥跟小鹿都在现场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鼓励的话跟他们说也可以在app上面留言喔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18分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现场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不完美的11岁喔 现场来到了凯丽哥凯丽哥是漂亮的妈妈 还有这个本书的主角小鹿11岁其实在爸爸妈妈的这个眼中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 然后还没有正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不对 但却有这样的一个考验但对小鹿来说嗯他真的也是一路挺到现在治疗已经进入第八个月了 好那小鹿你自己回想起来啊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最辛苦是哪一段 嗯就是那时候每三天就要回医院打一次针 嗯还有就是嗯可能回家不到一个礼拜然后又要再去住一个礼拜的医院 嗯你喜欢住医院吗不喜欢啊可是医院妈妈都会陪你去而且妈妈也有很多给西 哈哈哈还是不喜欢那医院的感觉对不对 对因为像在书中凯丽哥有提到就是在儿童癌症病房里头18岁以下都算 对 就是范畴嘛那有的18岁已经高到就是像巨人一样那么高还是在儿童癌症病房 合起来的一个隔离区在里面呢其实我们有遇过那种就是二三十岁的哥哥姐姐 所以我就问医师说哎这不是18岁以下才能在儿童癌病房里面吗 他说因为他们从小治疗到现在哦长大了 其实听起来还蛮难过的对啊很心疼嘛 对就是在这么长的治疗过程当中还好他们现在是看起来健健康康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回去定期追踪 嗯那我们自己住到儿癌病房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呃在这因为前半年其实是真的非常常住院 你可能回家三四天你就要再进医院十天半个月 有一次我们就住到那个普通的儿科病房因为儿癌病房隔离的床位不是很多 那如果真的人数太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被安排到就是呃一般的儿童病房 就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住儿童病房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感受很深 很深的原因是因为呃住院的孩子其实都是不舒服的 嗯一样都差不多年纪最小可能一两岁都有 那我们在一般的儿童病房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会听到非常多的哭声 就是打针也哭疼痛也哭可是在儿癌病房里面是安安静静的 打针也不太哭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抽血也不太哭 我觉得那个在在那段期间住院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非常多的感受是你以前从来不知道也没有体验过的 尤其是你到一般儿科病房之后再到儿癌病房你会发现真的儿癌病房的孩子很坚强很勇敢 嗯他们要面对的这种打针啊或是各种各样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继续的 不是说你这次打完针回去就可以就可以不要再来了 那小鹿你有印象当中你自己最最伤心或是哭的最惨是哪一次吗 我有哭的很惨过吗 很少是不是 他就是只有上针的时候吧 没有眼泪 眼泪就这样滴下来的人 没有他后来就是很后期应该是最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欸其实我刚开始住院的时候我都不敢跟你们讲我每天晚上都偷偷的哭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是我这样子 可是那一段期间他其实没有讲 他就偷偷的哭因为他怕你们伤心哦 对 然后还有不能上学这件事我觉得对他的打击也很大 嗯 真的而且其实像你从前面开始记录 他开始要切片啊然后要知道说到底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 现在真的很煎熬欸 而且他们11岁已经大到就是应该可以理解这个事情了 其实我跟你讲那段期间只有他爸爸很煎熬 因为我是那种抱着非常乐观我觉得一定会没有事情的心在等待 但是他爸爸是那种会在这个期间查很多的资料 类似百科全书之类的感觉 所以他爸爸会比较煎熬 我跟他两个就是还好你知道 就是天天的个性我就觉得还可以 反正应该会没事 我们就等医生报告出来之后就可以回家 我心里面当时一直是这样 但是医生一说我们可能要继续接受治疗 那凯莉哥你当时 我就想说天哪怎么会这样 但是一路以来其实我们真的都是 非常的假设要坐席好了 他就是九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 这么稳固就是 就是坐席正常 然后饮食也这么正常 也不太吃零食也不太 也不太做一些那种什么吃炸鸡啊 什么喝寒糖奶奶奶都没有 他也不喝饮料的啊 就完全连奶茶都没喝过就生病 好像也不用禁止 我觉得对于这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来说 其实就会很舍不得说 那我不能去学校了吗 所以小鹿那时候医生说 你可能暂时不能去学校 你应该很伤心吧 对啊 然后同学们就写了一叠卡片来 是一叠哦 一叠 一点然后他就说原来我人缘这么好 因为你知道五六年前会开始排挤同学 我这年纪就是开始那种同才议事啊等等之类的 他说哇原来我人缘这么好 殊不知都是老师逼他们写的 事实是这样 但是对于同学来说 他们应该也是蛮shock的啦 他们应该也会蛮惊讶说 蛤你怎么会是小鹿生病 对啊 那那 其实你也没有放弃你的学习 我在书中看到你也太规律了吧 就是现在你也是每天七点七点多起来吗 对 起来干嘛 为什么不睡 为什么不睡要十点呢 坐席会不正常 日夜颠倒 是谁告诉你的 他坐席怎么那么正常啊 不是因为其实很多住院的孩子他长期的住院可能七八个月都没有回家 那你的坐席其实就会越来越不正常 如果你是住在没有靠窗的房间 你根本不知道 白天晚上 对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越来越晚起 越来越晚睡 你有时候可能十二点一点才睡觉 中午才起床 我就跟他讲说你吃早有一天是要回归社会团体的 如果你这样不正常到时候你要调整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做席正常的时候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精神也会比较好 那如果是在医院呢 他七点多起来让他做什么事 刷牙 看书 对啊看书 刷牙之后看书 看书 是因为他本身个性就很喜欢阅读啦 就很喜欢学习 因为你们在额癌病房看到太多孩子应该很少像这样的吧 因为我们后来有整理一些书 因为在额癌病房里面其实因为他抵抗力比较低 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到图书馆里面去借书 就是太旧的书没有办法借 那那时候我们回家的时候就有整理一些书 就是到病房里面给孩子 结果我觉得阅读率应该还蛮低 他们就是可能看电视看手机看iPad 那种会动的会比较有趣一点 那因为其实孩子已经生病身体不舒服 其实家长会比较希望他放松一点 但是凯莉哥没再放松 我没有 我觉得我其实还蛮变态的 就是对于他的 不管是品性这件事情 或者是学习上面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他确诊的第二天 确诊的第二天 我就已经开始在找老师 因为他说他不想休学两年 他想要继续上课 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找各式各样的资源 是可以持续帮他做远距离 上课的 对 远距上课的 然后他自己也想要这样 那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跟他说 假设你这段期间很放松 好了 半年两年其实一下子就过了 你回头看你这段期间 你会发现你除了治疗跟住院之外 你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 可是你的身边其他的人是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进步的 那如果你这段期间放纵 你自己好好休息过了两年之后 两年之后呢 你可能要从头来再重新追上你其他的同学 那他自己我觉得他有听进去 然后他也想要做这件事 对啊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其实你周围的人都还是飞速的在进步 不会有人因为你停下 是但是因为就是一般的爸妈就会想说 哎呀两年让他好好的休养嘛 人生少了这两年也没有差啊 对啊 我有问他 我有跟他讨论啊 他自己他自己选择这条路 我就说既然是你选择的 那我会全心全力的帮助你 那他就是在治疗期间 会有定期的老师跟他远距上课 对 那你要写功课吗 要 我要写功课 他其实学校的学籍还保留 有老师能帮他打分数的就只有功课 这一块可以帮他 因为他学校 所以他学籍保留等于是 宿院治疗期间 还是持续的有交功课 对 然后考试也一起考吗 他会回家考 哦 了解 反正回家考 也就是你一个人吗 而且他老师很可爱 他老师其实每个礼拜都会拍一支教学影片给他 好认真的老师 然后他就会看 因为老师其实真的对3C产品可能也不是很熟 所以有时候录一录就会变倒的 然后有时候我看到他就挂点滴在病床上都是这样子 我说你这样在干嘛 他说我老师影片录翻了 他说我老师影片录翻了 他就是这样歪着头在看这个影片 哇哦 真的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你看都对小鹿感觉很佩服 就是没有在放弃的 也没有想说好吧我就好好的偷懒这这一年两年的时间 没有 而且小鹿也是会想要强不见自己的抵抗力 所以他也会运动 他会运动而且你知道他会开菜单给我 就比如说他的某一种颗粒球或者是白血球过地的时候 他就开始上网查 吃什么东西可以提升那个 然后就会开了一张菜单给我黑木耳 然后什么东西他列出来 你可以去买一下这些东西吗 那这些东西是小鹿自己搜寻到 发现对健康很有帮助的吗 对 所以我还会用小黄瓜敷脸 你还会用小黄瓜敷脸 对 你的皮肤已经好成这样 你皮肤这白里透红啊 色素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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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脸 而且你知道吗 对于小孩子 你看十一岁 其实他们要迈入青春期的小女生来说 他自己也蛮有想法的 像对于掉头发这件事情 在书中其实也有提到 任何就是利亚要治疗的 都会担心说 掉头发该怎么办 那小鹿现在头发是长出来了 但是当时要剃光头发 那内心也是很挣扎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来分享这本书 不完美的十一岁凯丽哥跟小鹿 今天都在现场 马上回来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不完美的十一岁 的确在十一岁的时候 碰到了这么不平静的事情 医生告诉你说 你确诊离癌 那在这么一大串的治疗当中 要附和身体的痛苦 还有心理的痛苦 尤其是小鹿这么爱阅读 这么爱学习 所以不能跟同才 同学一起 其实内心也有很多的 需要调试的 那在书中其实我觉得很好 这本书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 亲子怎么样去做有效的互动 而且它是就是正向的互动很重要 因为一个小孩子生病 对于全家来说就是巨大的考验 再加上 因为凯丽哥自己也是 这个知名的部落客 然后也有很多的追随者 其实很多人会有很多的 关心也好 或是很多的POP 例如说一些神奇的配方 那你怎么回他们啊 其实我都是说谢谢 因为他们 那你有听过什么最神奇的吗 神奇素跟一个神奇贝贝 神奇树根跟神奇的贝 就是他会告诉你说 你吃了那个树根之后 就会好了 或者是你盖了那个贝之后 癌细胞就会不见了 被子 然后他就说什么 我的谁谁谁 盖了之后 哇塞一夜康复 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 然后谢谢之后 因为没下文嘛 对不对 就谢谢嘛 然后他就会说 这明明是给你一个孩子 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妈妈为什么不接受呢 就是你应该要赶快掏钱去买神奇的树根 或者是神奇的贝贝 让他就是盖完之后一夜康复这样子 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妈妈不尽责 就是孩子明明有机会 你为什么要让他走这么辛苦的治疗之路 很多啊超级多 你知道我的我的那个讯息里面 一开始公布这件事的时候 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大家就会开始留言鼓励你 然后就是开始跟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的心事 第二阶段就开始会有很多的神奇的配方 就是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做 包括什么去能量场 坐在那边就会好了 反正就非常多 第三阶段就是他剃光头的阶段 我的私讯就会变成说 请问他的头是怎么顾的 怎么可以顾这么圆 就是很有趣 我觉得读者真的是太可爱了 就是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对于一个妈妈来说 真的是身心都已经在照顾这个孩子身上 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给人家压力啦 对不对 对你们来说也会有压力啊 其实我后来调试 只能说我眼里只有我自己吧 我觉得我个人真的调试的还蛮好的 因为像台湾其实真的是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情味嘛 那过多的人情味 其实在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人情味会变成是一个很巨大的压力 你可能会一天到晚就会说 我的谁谁谁也得了零八 他后来吃了什么怎么样好的饮食应该要怎么样 就是你知道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去告诉很多人 你的方法或你打听来的方法 那我自己以前看别人在带小孩我也会忍不住说 你那配方哪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反过来想就是这样 我们只是热心 但是那个热心就是对于我们来讲 是无形中很大的压力 对没错 尤其是就是成为一个母亲啦 你家里尤其孩子生病 不知道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说 哎呀是不是他小时候你没有怎样怎样怎样 他才会变成这样那样 对就是这种过渡关系也会压力很大 我看来导致会有很多妈妈都很自责 没错 我刚才连那个我都回想起我在喂母奶的时候 连你没有奶都很自责 对 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对啊 对啊就是没有啊 就是没有 你知道没有奶这件事情也会导致 我那个年代就是非常鼓励母婴童婿以及喂母奶 但是现在大概大家都知道妈妈压力太大 所以就是觉得说他可以balance一下 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超级鼓励喝母奶 没有母奶的妈妈就好像被打到18层地狱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啊你就是不爱小孩 你就是要让小孩过敏 你就是怎么样 压力很大 很大 同样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后来就是自己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有检讨 或许我以前真的就是这样过度热心的人 我们其实不是恶意 我只是要告诉你好像还有其他的做法 但是后来自己发生事情的时候想一想 在这段期间其实我最需要的反而是沉默的陪伴 就是你告诉你让我知道你在我身边陪着我那就够了 其他的那一些什么治疗啊吃什么啊 然后要用什么补品其实真的都不需要 好好的沉默的陪着那就是最好的陪伴 就是说你们已经知道说要跟随医生的脚步来做治疗 这个内心就很笃定不然的话就是会有疑啊 因为你在那种癌症病房看过太多心碎的爸妈 对不对 就是六神五主到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爸妈后来 因为我们算是真的很新手的额癌爸妈 在那里面很多都是八九个月都是住来那边 还有个宝宝他是从六个月住到一岁多 等于说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在那个小小的病床 不过还好他康复了就是他已经治疗完成回家了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你真的看到很多真的很坚强的爸妈 跟不放弃的爸妈 是是那像小鹿你那个时候头发就是真的也是渐渐的掉了下来 然后你们还把它揉成一团变成变成什么球球是不是 康圆 变成康圆 那真的要剃光头你那时候内心很难过吗 对 嗯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剃了光头会很漂亮 所以就买了假发 结果买了就不戴了 所以你有去先去买假发齁 对 结果剃完就不想戴了 剃完发现欸头型真的不错欸 妈妈顾得蛮好的 而且剃光头很舒服 剃光头很舒服 对 不用洗头是吧 对 就是不用吹擦一擦就干了 因为你本来是长头发 对 但我现在要吹了 你现在头发长得蛮快的欸 那你还要再留回长头发吗 还是你就要短发 短的吧 蛤 你现在觉得短发很方便是不是 嗯 可是我看书中你有写说 那个自从你剃的光头小黎都不敢看你 对 妹妹刚开始都不敢看你喔 对 她都躲起来吃饭就躲起来 在哪里她就不在哪里 真的喔 对 你有发现是不是 对 那后来有问她吗 我没有问她欸 那妈妈有问小黎吗 有喔 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是小鹿发现的 她就会发现 因为那一阵子大概是四月的时候 季节正在转替 然后可能开始会热了 她那阵子其实都戴毛帽 那有时候吃饭 真的喝热 好像太热的时候 她就会把帽子拿下来 结果一拿下来 她妹妹就会说她要去上厕所 她妹妹就是也不会直接说她不敢看 或者是她觉得很害怕 她妹妹就会说我要去上厕所 或者是我去后面拿个东西 可是那个拿东西是那种三十分钟 等她离开餐桌她才会回来的 我都没有发现喔 你就知道我神经有多大条 是她跟我说 欸那个妹妹好像有点害怕她的光头 后来是有一天晚上 就是她去睡觉了 然后只有我跟小黎两个人在厕所 我就问小黎说 你是不是会害怕姐姐的光头 她说我没有 可是你知道那眼神就不是真的 不是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再问了第二遍 然后她就崩溃大哭 她就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要害怕她的光头 我是真的很怕 对啊 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讲说 其实姐姐也是逼不得已的 因为她现在就是在快速的掉发 那她直接剃光头的时候 家里才不会到处都是她的头发 而且她之后还是会长回来 那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不可能一直躲躲藏藏 一直闪避她 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慢慢的接受她 那我没有要你一下子接受 但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一起生活 如果有的时候姐姐在家里面真的是想要做最舒适的样子 我们还是得慢慢的接受 嗯 对啊 然后她就说她知道 因为小鹿都会讲故事给小李听 对 后来呢 后来她怎么样就是面对你的 她可能也是不舍姐姐 捨不得姐姐 应该是 我觉得你妹妹可能不会说出口 对 对 她妹妹对她的爱是那种是真的很爱 但是不会表 就是不会用嘴巴讲出来 可是行为是看得出来 她对她是非常的爱 这样子 那对于爸爸呢 因为爸爸就是个性跟妈妈 有点像身体互换的感觉 她就是 她爸爸其实就是一个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教官 尤其是在那一段期间 我们三个人私下都跟她说 教官 就是她如果要吃什么 爸爸一直来教官好 对对对 我就说你要吃什么 你去问你教官好了 因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因为她爸爸就会完全听从医生的指令 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她可能会想要吃 她不能吃有太违禁品的东西 像有一些饼干或是什么有夹心她不能吃 后来那一阵子中秋节 她治疗也是后来到比较后期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家就有人送那个法兰酥 就是超大片中间有夹心的 哦里面有夹心的 对对他们最爱 所以呢我们三个人就躲在客厅的角落 然后后来吃到一半 她爸爸就从楼上下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精神很紧张 他爸爸就说你们在吃什么 他就说饼干 他说什么样的饼干 他就说就是这个饼干脆饼 他说脆饼我看一下 然后爸爸拿起来看中间这是什么夹心 不是跟你说夹心不能吃吗 然后因为我们三个会偷偷做那种违规的事情 这个妈妈 因为她就治疗了很久 我就觉得辛苦吃一下应该没关系 我的个性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他爸爸因为就是那种你知道 他爸爸都常常说自己是念正义国小 所以为人正义 然后说的事情都很正义 这样 他不允许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 凯丽哥在书里面 不完美的11岁这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 他可以让很多的家庭做一些参考 例如说有的 家里有人生病了 其实最最重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 看事情的角度或是方式 你轻松并不代表你会轻忽 没错 我只是想让每天生活都可以过得 不要像打仗一样 就是我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可是我不会轻忽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们每一刻 每一秒 我们都战备状态 他爸爸就是 不过后来他爸爸有改进 有有有 你在书中有讲 你就发现说天哪 再加下去 你们的婚姻就出现危机了 不过真的还好是治疗的这条路上 其实我们两个个性真的是很护股 对因为像我就常忘记给他吃药 然后常忘了真要怎么答或是干嘛的 那他爸爸就会在时间点上面 不是小鹿说我自己来啦 他会记得要吃药 然后他爸爸就会拿着他的那一张 很多的功课表 每次在诊间的时候 或医生来门诊 他就会具细迷移的问医生说 那你这个有什么看法 你知道很像教授 很恐怖 所以就是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两个 如果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的话 我看小鹿也会压力太大 会崩溃 对还好 你眼中的妈妈是一个 是一个很有趣的妈妈吗 对啊 你都笑出来了 你觉得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神经蛮粗的 神经蛮粗 比你还粗 她比我粗 你的神经气很多吗 应该是这样粗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 家里的气氛会觉得蛮快乐的 会 不然爸爸太熊 爸爸眼紧眼紧不是熊 眼紧 爸爸就是要把细节都做到最好 才能够让你恢复健康 好 那每一家庭 其实不同组成的成员 大家个性都不同 但是怎么样面对 如果有一个家人 这么爱的家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度过 不完美的11岁 分享给大家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现场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 不完美的11岁 凯莉哥跟小璐都在现场 凯莉哥 如果你有follow她的脸书粉丝们叫做 村子里的凯莉哥 村子里的凯莉哥 那她长得明明就这么漂亮 这么高挑 为什么叫哥呢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男人的灵魂 男人灵魂在我们的身体里 就是哥 那小璐呢就是一个 如果就妈妈的角度来看 就会觉得 哇天使小孩 就会觉得 嗯 不用烦恼太多 不用烦恼太多 即便生病 她还是会把自己处理的很好 对 然后会有一个目标往前走 对 那对于这本书来分享的话 因为现在纷纷你们有一些 这个新书分享会 很多人回馈啊 或是你们的粉丝啊等等 那你觉得适合什么样子的朋友来阅读 所有人都适合 很好 看得懂就好了 看得懂字 看得懂字都可以来读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意外 我们当初 会想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给更多人 看待就是生病的这件事情 其实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疾病 或是你人生的挫折 可是你可以换一个心态 在这条路上面走的 不要这么辛苦 是可以轻松一点再走 就像刚刚你说的 对 就是我们是可以轻松一点 但不是忽视这件事情 是 就是你的心态转变的话 对 可能每天的日子就会不一样 对 而且我后来签书分享会的时候 我发现 有很多的读者年纪都很轻 都大概12岁 14岁 16岁 然后每次看到这么年轻的读者 我都会问他说 你是帮你妈妈来要签名的吗 差不多嘛 然后他就说不是 这是我们用我们零用钱买的 因为我们真的想看 我就觉得好感动 很感动 所以其实这本书 不只是给生病的人可以看 我觉得你是在人生的挫折里面 或是你目前正在迷惘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书里面 得到一些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去面对这个挫折 然后去把这条路走完 而不是真的是很垂头上气的 在走在这条路上面 因为当然面对了生病 尤其是癌症 在11岁的孩子身上 你一定太多的不舍 跟你会很心疼 可是心态如果能够转变到 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挫折 然后把这个挫折可能当作礼物 就是例如说 一开始你就觉得 为什么会是我们 小鹿 小鹿都没有吃什么垃圾食物 每天就睡觉 很细剧 然后到最后 现在你们就说 还好是我们全家同心 要走出这个困境 我觉得如果 当初我们到那个额癌病房 你知道那门一打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都有点吓到 吓到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你会发现 里面的孩子很像是 一个工厂制造出来的 你就会看到 每个人脸都是圆圆的 然后光光的头发 然后穿着病房的服装 走来走去 我们两个那时候还在想说 应该是不会变成这样 殊不知每两三个礼拜 他也变成这样 因为吃了一顾唇 他的脸其实就是会肿起来 然后会开始掉头发 那当时候我们进到这里面 我有跟他讲说 或许我觉得上天给了我们一条很不一样的路 如果今天你没有生病 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孩子 是在这样跟疾病在做对抗 在努力的想要活着 如果今天我们进来了 走过了这一朝之后 你在这么小的年纪经历过这些事 以后什么事情对你来讲 其实都不困难了 没有比现在更困难的事情了 那我们把这样子正向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我觉得这或许也是上天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当你遇到挫折遇到疾病的时候 不管你治的好治不好 我觉得相信台湾的医疗 然后你必须要有乐观的心情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面对你的疾病 你才能战胜它 是面对它理解它 然后我们才能够战胜它 没有波折就不是人生 有波折的人生说不定更完美 那小鹿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跟我们做两句话 就是我的IG是 哎呦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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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开的吗 对 可以 那找小鹿找得到吗 村子里的小鹿 村子里的小鹿应该找得到吧 好 那我们去follow你 说你整个的附件过程都非常的顺利 然后带给我们更多的正能量 谢谢两位 谢谢凯莉哥 谢谢小鹿 谢谢 好 接下来续续锁定小鹿 秋名鹿的pop牆